Sharu里吉 大家好 今天正是12月24日 先祝大家聖誕前夕快樂 泰國曼谷疫情的數字究竟是怎樣 最新的數字昨晚公佈 在實務省抗省府似乎只是多了120名的新個案 比起之前幾百幾百來說都算是好消息 至於曼谷市來說 似乎暫時未發現新個案 希望就不要發現 究竟接下來的情況會怎樣 大家很關心的就是這個隨值倒數 有消息指出 可能會有機會煙花繼續放 但是慶祝活動、派對、歌聲唱歌就取消 大家可能只能夠在網上欣賞煙花發放 河邊半島酒店、文化東方、Iconstar 在隨值晚上都應該會繼續發放 但實際情況會怎樣 都要密切至於事態的發展 至於清邁傳出一個好消息 因為清邁當地政府 對當地很有信心 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清邁的隨值倒數活動 應該如無意外會繼續進行 所以就不會取消 因為他們會了解到 首先第一,清邁似乎沒有出現過個案 第二,一旦要取消的話 有很多酒店、餐廳各方面 真的傷亡慘重 既然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不如倒一泡 就不取消 希望沒事沒事 大家開開心心 其實說回來 發放煙花的事情 不單止是三十一日晚上 今天晚上 聖誕前夕的晚上 都一樣會發放 雖然坊間沒有大羅大鼓 告訴你發放 但其實葉內人士會知道 今晚在文化東方酒店外面 和半島酒店外面 大概九點半鐘左右 就會發放煙花 於是乎如果住在這裏的朋友 在超伯爺河旁邊 你都去找一間餐廳 和酒吧去喝飲食 一定沒有額外消費 正如昨天 打電話去河邊餐廳和酒吧 問的時候 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就不會有些特別的 聖誕前夕煙花會演套餐 硬逼你吃貴的東西 是沒有這個事情存在 譬如Icon飾演套餐廳 在上面有一些咖啡店 有咖啡店之中 可以上去喝杯咖啡 然後看看室外的煙花會演套餐 都不錯的 最重要的朋友都不妨試一下 最重要的項目 就是不需要另外浪費 還有現在BTS的高拉 即Icon飾演套餐廳 大家也可以搭BTS 可以搭BTS 都應該是幾方便的 希望疫情之中 不會再有太壞的影響 但居民 巴育總理今天 又會有消息發放 究竟消息是怎樣 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 今天 三號時間 一知道就會告訴大家 在這裡 祝大家 聖誕快樂 聖誕隨直快樂 Merry Christmas 聖誕之末 聖誕禮物 送給大家 就送回舊片給大家 這條片之前出過了 就是說 接下來 這個 隨直晚上 慾霧以外 阿坑西亞 就會發放如此美麗動人的煙花 希望到時真的有得看 就算不在現場看 網上都希望可以看得到 祝大家聖誕快樂 2021 過卡巴亚, 出現iera豐富的 台灣的紫兵衃 實上是 2021 爐出現了 再次 廣去美麗性 烈多最面子 event of the ja praia river will stun the world in this world class international countdown event amazing thailand countdown 2021 magic upon the river spread joy through the seven magnificent fireworks over the glorious ja pria river to once again impress the world with unforgettable beauty big hope the great and glorious hope for all believe the unshakable faith that nourishes souls brilliant life for the healthy heart, body and mind beautiful world, cover the earth with pleasant beauty blooming wealth, prosperity, richness and abundance be together the unity that makes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best begin the beginning of great success and eternal uplifting magic that brings all the joy and cheer up the whole nation of Thailand and the world amazing Thailand countdown 2021 magic upon the river the 31st of december at river park icon siam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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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